阿美族創作歌手以利高禄四年前发行了创作专辑叫做轻快的生活 一名惊人夺下了三座金曲奖 歌迷们都在引颈期盼以利高禄什么时候要再发行新专辑 四年来他到宜兰南澳务农历经结婚生小孩 他把这些人生经历都写成了歌 七月就要发行美好时刻专辑 异想世界团队特别前进南澳 在即将春耕的农田里头跟以利高禄畅谈这些日子以来 他的创作跟生活 他是以利高禄曾经拿下金曲奖三座大奖 距离得奖专辑已有四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他经历结婚生子 而让歌迷期盼已久的全新创作专辑 预计在2015年七月问世 小心了 以利高禄跟制作人老公陈冠宇 目前定居宜兰南澳 除了音乐创作外 他们在南澳实行自然农法重道 透过劳动孕育创作灵感 我想要专心过生活吧 因为我突然发现过生活比较重要 才会提供那个想法跟灵感 我那时候在台北学的时候会觉得说 人真的 你看明明叫生活 可是那个生活其实不像你 不是你自己可以掌控 就是生活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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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快点 爸爸要弄 弄土 我没有看过 因为我这几年都不在 以利这两年都忙着照顾女儿蒂勒福 田里的活都让老公负责 而今年他重拾农妇的身份 两个人真的比较快 真的吗 对啊 我只要弄上一半就好 对啊 如果我弄这个一个小时 两个人就是半个小时 对啊 然后三个人 你看更快 三个人更快 这边呢 三个人 快点 你也是 老板说你好厉害哦 对啊 太阳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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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太阳了 对啊 先生 没摆 先生 没摆 先生 没摆 哈哈 没摆 没摆 风 卷起尘埃 纷扰的心 散乱 越过承转 我才和爱 越过承转 我才和爱 我这次这张专辑的就是名称叫美好时刻 其实就是要跟很多朋友讲的 就是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要记得你生命中的那些美好的片段 因为那些美好的片段那种幸福感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 累积起来以后你会比较有勇气去面对很多挫折 累积了四年的创作灵感 一粒高路对生活和社会的观察 转化成一首首动人的音乐作品 走进我生命 走进我生命 我生命 词着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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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